今天晚上我们继续 昨天晚上没讲完了 昨天讲到哪个信号 讲到VCCSA是不是 啊 接下来的话我们来看一下 那个 后面的内容啊 看一下这个POW OK A POW OK 这里面已经没有A POW OK了 以前老的有A POW OK 啊 现在只有一个POW OK POW OK就是指前面的供电正常的意思 今天晚上我们继续 昨天晚上没讲完了 昨天讲到哪个信号 讲到VCCSA是不是 啊 接下来的话我们来看一下 看一下 后面的内容啊 看一下这个POW OK A POW OK 这里面已经没有A POW OK了 以前老的有A POW OK 啊 现在只有一个POW OK POW OK就是指前面的供电正常的意思 啊 24道金正起正 也就过过年正常以后 它的金正会起正 这个金正的话啊 一般在桥的旁边 24道啊 有个别机器 这个金正呢 是 利用什么 有的利用芯片来提供的 有专门的那种时钟芯片啊 专门的时钟芯片 它可以提供24兆25兆这种波这种频率啊 来取代主板上的那种 精正啊 啊 那继续往下看啊 啊 下面一个信号 一般的讲在POW OK正好正常之后啊 它会读取BIOS CPU读取BIOS中的M1去配置它的脚位 配置好脚位以后 然后发出时钟 购录时钟啊 这个PCH Output Cloaks 这个就是输出的购录时钟 这里的购录时钟 通常啊 比如说去往的EC的 那个 那个 一色LPC总线 还有呢 那个PCI1插槽的啊 就是M2接口的那些 时钟 包括网卡的时钟 就是包括这个就是我们说的 购录时钟 然后延时得到SYSPOW K 啊 这个SYSPOW K就是指系统供电 就所有的供电都正常了 这个也是作为后面产生复位的一个关键时钟信号啊 这个PG是三轮三伏 啊 有出来啊 怎么会没出来 看不见吗 能不能看得见 能啊 怎么传统都还没出来 还没来 怎么会没来呢 我都在上课了 还说他说我没来 啊 啊 他船长都还没来 我靠 我都上课上了 外面了 我靠 啊 他是不是喝了二两再来点 靠 啊 接着下面会产生 平台复位 啊 啊 产生平台复位 啊 产生平台复位 这个复位信号主要去往的网卡 啊 EC 啊 网卡EC 啊 以及一些插槽 啊 嗯 然后这里没有了单独的CPU复位 CPU在 它内部完成复位 OK 然后复位之后 CPU就会发出SVID 去开启CPU核心供电 注意哈 这个是核心供电呢 是在复位之后产生 在没有修出平台复位之前 我们根本不用去看这个CPU供电 啊 这个也就是跟以前大大不一样的地方 好吧 反正CPU供电它是 复位之后才有的 通过SVID控制 CPU供电正常之后 就会开始夺取BIOS 开始自检跑码 啊 在这个 跑码自检到内存的时候 CPU会发出DRAM RESET 去复位内存 对内存进行初始化 啊 接下来后面的 过内存以后 它会再次发出SVID 控制产生极显供电 VCCGT 啊 这是我们六代 担忧的时序 啊 那接下来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框图 昨天我们讲到这个供电框图啊 啊 就是开机之后 触发后哈 这个CPU发出了SLEEP信号 开启过路供电 啊 其中包括VCC ST供电 这个供电正常以后呢 会产生VCC ST 过来给到CPU CPU就会发出这个DDR VTT CNTL 去开启内存VTT供电 同时会通过其他电路 产生CPU供电 开启信号 去控制产生VCC ST供电 啊 嗯 独立显卡的供电呢 一般情况是要用到独显的时候才开启 一般我们这种六代U以后啊 反正就是开机 默认使用极显 独显供电我们基本上不管它 啊 独显供电啊 基本上不管它 因为默认使用极显 只要修到极显能量机 啊就可以了 一定要见见黄老师 来吧 随时恭候 啊 嗯 千万不要拿什么东西来啊 啊 呵呵 来就来嘛 别带东西就行了 好吧 嗯 呵呵 都明白你 呵呵 呵呵 你们这些的人 来来来 继续啊 各姑娘正常以后 她的二十四道金正取证啊 然后延时收到POWOK 啊 这是PCHPOWOK和S1SPOWOK 啊 然后呢 她会读取BIOS中的密 配置脚位 啊 然后配置好脚位之后 会发出各路时钟 啊 然后发出平台复位 复位之后 CPU发出SVID 去调节CPU供电 去开启CPU供电 CPU供电正常后 开始读取BIOS自检跑码 自检到内存的时候 会发出内存复位 啊 过内存后 再次发出SVID 控制产生极限供电 VCCGTE 啊 就可以了 嗯 好了 这是我们这个PG 时钟复位框图 大概是这么个流程 啊 这里呢 购入时钟 我们来看一下时钟分布框图啊 时钟 其实包括EC的时钟 和网卡显卡的时钟 啊 还有内存 时钟 嗯 好了 嗯 我们这个 时序这部分 就先这样子啊 嗯 接下来的话呢 大家要搞清楚一件事情啊 我们这个英特尔的官方提供的这种标准时序 啊 六代单优时序 适用于 七代八代九代十代CPU 啊 那么这个时序当中 只是英特尔芯片 只是英特尔芯片 只是英特尔芯片组的这种时序 它这个时序的话呢 没有包括EC的条件和保护隔离的条件 因为EC的条件和保护隔离条件 它不归英特尔管理 知道吧 各个笔记本厂商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 自己去设计 啊 那英特尔的话呢 它只管它芯片组的时序 谁用它的芯片组都可以 一定要按照英特尔提供的时序来设计 但是它就是没有包括这个保护隔离和EC带极这部分 啊 所以接下来的话 我们就要 呃 接下来我们就要 来看一个叫做硬启动 啊 六代担忧的一个硬启动 六七代担忧 其实它也适用于八九代十代担忧 啊 六代至十代啊 改一下 嗯 在哪里下载 这些内容都在笔记本电脑维修不是设 书上有 啊 买一本 我们实际上课也是用的那本教材 啊 好吧 嗯 官方 官方的你拿不到啊 啊 啊 好 我们来看一下 嗯 装入三伏纽克电池 或者是由主板 就是机器内部的主电池 啊 产生VCCRTC 这个供电 啊 这个供电的话有的是纽克电池提供 有的是 内置主电池提供 这个也就是跟我们最开始讲的这个RTC这个供电一样的 啊 啊 这第一个 第二个 插上 大那个大电池哈也就内置主电池或者是适配器 他们他们会经过保护隔离 产生公共点 这个公共点的话呢 我们前面那节课就前天晚上的课程也讲过了 什么叫保护隔离 什么叫公共点 有没有没有 是吧 我们前面讲过吧 是不是 啊 然后接着会产生EC带机供电 这个呢 当然是由带机芯片产生的 带机芯片啊 这个带机芯片呢 我们还没有提到 啊 带机芯片 除了会产生EC带机供电 后面还会产生桥的带机供电 啊 都是由带机芯片控制产生的 反正公共点正常了之后 一般都是先产生EC带机供电 啊 这个EC的带机供电 分为两部分啊 有的机器 是说有的机器不是所有的啊 有些机器 EC带机供电分两部分 它分为深度水平带机供电 啊 由RTC电路或线性提供 主带机供电 有的是按开关后由PWM提供 有些大耳的新机器啊 还有一些华硕的机器都是这样子 我不知道大家遇到过没有 去到过这种机器没有 啊 EC带机供电正常后 EC内部 产生EC带机始终哈 因为现在都是内置始终 免经症 新机器都是这样子 啊 然后它的带机供电 在延时产生带机复位 这个一般是由带机供电正常之后 通过RC延时电路 产生一些的带机复位 这个复位信号也要注意 现在也有的机器是内部上拉 内部完成复位 目前我们遇到的什么 KB9022 啊 还有 MEC MEC14开头的多少的 还有16开头多少来的啊 反正就是用了那个MEC 那个什么EC的啊 嗯 内部的话 已经有的复位 啊 EC内部完成复位 啊 复位之后 EC读取程序 配置脚位 啊 我曾经在群里面还是在哪里 我看到多 多个大师啊 搜半天搜不到EC复位 还在那里问 复位应该是哪一个 应该是哪一个 这旁边引脚上一个进来 在那里猜测 反正带了RST的都通通测一遍 是不是 我就感觉到有点可笑 因为那个EC它根本没有复位 内置复位 我们说呢 什么WRST ECRST 通通搜一遍都没有 啊 它是MEC 啊 那款叫什么来的 MEC14 MEC14 多少来的 啊 那我特意记录了一下 这款EC啊 内部 啊 就是集成带机供电复位发生器 就内部集成的复位 它的引脚上已经没有了复位 啊 你找不到你收什么WRST ECRST 那些东西通通没有 知道吧 啊 它已经取消了 大概就长这样子 这个EC 啊 取消了啊 还有一种是BGA封装的 这样的 一款这样子封装的 啊 对 好吧 反正这个已经 记住就行了 以后有些复位是没有的 啊 你找不到的 ECE复位之后 读取程序 配置它的 GPIO脚位 这个EC条件 我们 前面课程上 在讲 EC条件的时候 讲到过 怎么找它的待机供电 找时钟 找复位 对不对 如何判断EC是否自带程序 这个我们前面都讲了 啊 接下来 支持深度睡眠的机器 如果EC检测到适配器 会自动开启CPU的深度睡眠待机供电 VCC DSW3P3 啊 然后产生深度睡眠待机电源好 送给CPU 通知CPU深度睡眠待机供电正常 那么CPU收到这个DSWPOK以后 会发出SleepSaaS警号 去开启主带机供电 这个就是有 先有深度睡眠待机供电 后有主带机供电 也叫浅睡眠待机供电 3.3V 1.8V和1.0V 什么第一版第二版 第一版不可能有六代U的 知道吧 然后主带机供电正常之后 产生RSMRST 送给CPU 通知CPU主带机供电正常 然后就接第六部 EC收到开关信号后 延时发送一个高低高跳变 给到 乔的power button奖 也就是CPU的power button奖 是吧 那这里的第四部和第五部 是不支持深度睡眠的 方框里面的第四部第五部 是支持深度睡眠的 有没有没有 如果你的机器不支持深度睡眠 那一般在EC减到4V7以后呢 会同时开启 深度睡眠待机供电 和浅睡眠待机供电 它们不分先后 同时产生 没有说一个先产生 一个后产生 它们是同时产生 而且也会同时得到 低炮K和RSMRST 有没有没有 所以注意哈 不支持深度睡眠的 是同时产生 支持的话 就是一线以后 会采用SleepSaaS 不支持的话 SleepSaaS 不采用悬空 好吧 总之 EC收到开关信号 就会发出一个 另一个开关信号 给到谁 给到CPU 就是我们这里讲到的 EC收到开关信号之后 延时发出高低高跳变 给到桥的 CPU的 啊 拨拨拨角 这样 就这样子 然后CPU 发出高电屏的 SleepS5 S4 S3 S0 等等 当然这里的S0 SleepA SleepLAN 大多数是不采用 悬空不采用 这些因为用不到了 啊 通常S5 或S4 用于控制内存的主供电 1.35 或1.2V 为什么呢 因为有的机器还在用低电压版本的 有的用的是1.2V 四代内存的 或者是用的是板载内存 三代的板载内存也是1.2V 总之不是1.35 就是1.2 然后和USB供电 USB供电呢 通常是5V的 P的板母 不是1.2V啊 你不要以为是1.2V啊 USB供电是5V的 USB供电也是受SleepS5 S4控制 在这个时候产生 还有1.0V的VCCST 啊 等等 SleepS3-号呢 通常会控制二极电压 3.3V 5V VCCSTG等等 后面这句话可以不用了 删掉 因为没有拿到那种机器 不采用了 保存一下 各供电正常后 产生 VCCST供电 那个PG信号啊 产生VCCST Power固的 给到CPU CPU收到这个PG以后 会发出DDR VTT CNTR 去控制产生内存的VTT 所以这个内存总线供电 它不受SleepS3-S4控制 它是由CPU单独发出信号来控制 然后会延时产生CPU供电开启信号 其实这两句话呢是重复的 这个也可以不需要 延时产生开启信号 送给CPU供电芯片 控制产生VCCSA供电 一般在0.5到1.15之间 这个识报器测到的哈 那部分D功耗的移动CPU 还会有一个VCCOPC供电 这个是4级缓存供电 1.05V 过供电正常以后 CPU的24度精正起震 然后 延时产生PG 送给CPU的PCH powerok和SYS powerok 然后PCH powerok正常后 CPU读取BIOS中的密 配合 配置脚位 然后发出各路时钟 发出平台复位 复位以后 CPU发出SVID 给CPU供电芯片开启核心供电 CPU内部完成复位后 通过SPI总线 读取BIOS 自检跑码 自检到内存的时候 产生 这个 DRAM Reset 也就内存复位 复位内存之后呢 也就过内存后 再次发出SVID 控制产生极显供电 VCCGT 这个极显供电 大家要记一下哈 很多机器在显示之后 会关闭掉 没有极显供电 也没有独显供电 它能显示 啊 这个看下怎么备注一下 部分机器 极显供电 系统下载出来啊 那我就不去备注了 就这样子吧 啊 大家知道这回事就可以了 反正它中间会关掉 有时候会出来 有时候不出来 啊 嗯 反正会出来一下 然后就没有了 这不管它啊 OK 啊 这是我们的一个硬启动过程 这个呢 大家要背下来 也要修 这种单CPU的机器 那么你就可以 照着这种时序 去修了 好不好 好吧 啊 今天这个 时序部分 那我们就到这里了 接下来 怎么办呢 我们就可以去找一张电路图 来讲一下了 啊 找一张电路图 来 啊 DGPU DGPU Power 1N 独显的这个 要用到独显的时候才会开启 有些机器在自检过程中会出来一瞬间 剪到独显的时候啊 自检的时候 剪到独显的时候会出来一瞬间 有些 所以在CPU供电没有产生之前 你根本不用去看这个 独显有没有 知道吧 6代U就这样子 CPU没有 没有工作的时候 你根本不用看有没有独显供电 一般在自检的时候 剪到独显的时候会出来一瞬间 然后关掉了 以后面后面的话就是要需要用到独显才开启 用不到就不开启 默认使用极显 啊 就这个个意思 好了没有 啊 还有一个 大家可能没有 不知道有没有发现 我们现在的 6代U的CPU 内部核心供电叫什么名字 啊 是不是叫VCC Call 还是叫VCC Call吗 6代U的 6代7代8代 都是这样的 内部核心供电名字 还是叫VCC Call吗 修过的人有没有注意这个问题 嗯 嗯 VCC CPU Call 还是不是啊 我看一下它的CPU 诶 看一下它的供电这一块 CPU供电这一块 我觉得应该是有变化 我觉得应该是有变化 VCC Call CPU内部是叫VCC 啊 不叫CPU Call 啊 不叫CPU Call了 内部叫VCC 啊 内部叫VCC 内部叫VCC 不叫VCC Call 不叫VCC Call 我再看一个这个是广达的 我看一下 人宝的 啊 都叫VCC了吧 CPU内部的名字叫VCC 外部叫VCC Call 不管它吧 内部的名字叫VCC 啊 对 内部就是叫VCC 嗯 好吧 内部就是叫VCC 以前四代的五代的呢 以前四代五代的呢 是不是也叫VCC 以前四代五代的呢 以前四代五代的呢 是不是也叫VCC 我看一下啊 我看一下啊 看一下四五代的 也是叫VCC 从VCC一 VCC二 VCC三 到VCC 这里67 还有多少 反正都是好多个供电桨 都叫VCC啊 都是叫VCC的 嗯 其实这里我要跟大家说一下 现在 CPU内部的这个供电啊 这个核心供电啊 它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供电 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核心供电 应该这么说 啊 那应该叫什么供电呢 有谁知道的 嗯 喂,波特 嗯 嗯 嗯 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的话有点 对你们来说可能有点 要求有点高 可能这个问题不是一般人能回答出来 好吧 对 应该来说现在的 新的 你可能在这个单CPU的那个分开 我看一下应该有些地方叫做VCC硬了 准确的讲现在的叫VCC硬 我们看一下那种桥跟CPU分开的那种啊 我们看一下啊 它应该是叫VCC硬了 没错 我不知道你们了不了解有一种供电方式 叫做NVDC的方式 也有点相当于以前的公共点 这个我们可以把它叫做公共点 公共点供电 就是CPU内部 这是给CPU内部的公共点供电 也有点像在这个意思啊 只是输出到CPU内部的一个供电电压 只是输出到CPU内部的一个供电电压 它就有一个核心供电 它就有一个核心供电 那些什么VCCPL VCCSA等等 那些电压你都没有了 在二代三代的时候有 在四代五代又没有了 只有一个核心供电 然后其他所有的电压都是在CPU内部自己产生 什么PLL供电 什么SA供电等等 都是CPU内部产生 所以的话 那种CPU是不是就比较容易坏了呢 对不对 所以说啊 这种CPU就比较容易坏 好吧 对 所以它内部已经有好的电压 这些电压它老是放进去又放出来 你像四代U连极显供电都没有 它由内部产生 外面给它的CPU核心供电是1.8V 知道吧 然后到了内部之后 它真正控制产生的CPU核心供电 可能也就零点几伏吧 内部产生CPU核心供电 应该也就零点几伏 我估计不会太高 一伏多啊 或者零点几伏啊 这样子 零点八零点九这样子 很低的 有没有没有 所以说 连极显供电 上四代U五代U极显供电都没有 后来到了六代U以后 它的极显变强大了 它又把这些供电呢 又放成外面来了 又做到外面来了 你看那些什么VCCPL VCCSA 是不是 一些曾经没有见到过的 包括极显供电 它从六代U开始 它又放出来了 曾经在四代五代U里面 它是集成在内部的 外面只需要一个CPU核心供电 就OK了 比如说我这里打开的 这个就是四代U的Hustware 它就只有一个核心供电 加一个内存模块供电 就OK了 没有那些什么其他的 所谓的锁显环供电 通通都没有 有没有没有 也没有极显供电 但是现在到了六代U 它又把它放出来了 把那些什么锁显环供电啊 VCCSA啊 对吧 极显供电又放到外面来了 好吧 对 然后只要它放出来 那CPU核心供电 就会往下降 就不会不再是1.8 为什么四代U 五代U 变成1.8V的CPU供电 那它是有原因的 知道吧 相当于给它CPU内部的 一个公共电压 知道吧 OK 好吧 这就是这个 大家注意一下啊 所以四代U 五代U 坏的也比较多吧 像四代担忧开始吧 集成一块的 呃 就反正就是四代U 五代U 那个不管是 呃 桥跟CPU分开的还是担忧的 都坏的比较多 对不对 啊 打六代U之后又好了一点点了 知道吧 六代U好一点点了 虽然用的最多 但是它最起码是把供电放在外面了 没有做到U里面去了 让CPU更稳定了 知道吧 这些它也可能就是改善一下之前的这种 它把CPU打把那个供电放到CPU内部去 可能也是 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吧 毕竟在里面的话 这个客户投诉的比较多吧 是不是 好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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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 四代五代最差的一笔是吧 那有可能哈 对 好 这是给大家普及一个基本的一个知识 啊 呃 后面我们要讲一个电路图 讲哪一个好 这个给你们那个考虑一下好不好 给你们一天时间考虑啊 明天开始我们就分析电路了 我们分析电路的时候呢 就按照这个硬启动过程 来来讲啊 那么 那些 请各位同学呢 边看视频边复习的时候呢 把这东西把它抄起来 并背下来 嗯 小米啊 可以 讲小米也行 嗯 嗯 我所谓 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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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我先把那个 录像录屏先关闭掉啊 啊 然后我拿一台机器简单检查一下故障 然后大家可以看一下 但是我不录像那个哈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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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